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怪 这触感 是皮肉 怎么摸起来像是你自己长的 正是在下 不才自己努力长的 这人是谁 既认得流云九宫部 又看破我的衣容 我这些年看人从未看错过 你这身骨相如此清俊 必非凡品 怎会 主人 你上回还指着一个村姑的背影 在那上的好一堆蝴蝶骨 必是美人 结果呀 转过来一看 记忆没弄眼的比猪头肉还油腻 你懂什么 那人先天本是美人 后天潦荡 变得气质猥琐 不算我看奏影 至于周兄吗 周叔 我暂时还看不出破绽 但你一定 易了容 美吗 完美 张公子 头先追杀你的那群人 戴的鬼面是青崖山鬼谷的标志 这群恶鬼绝迹江湖这么多年 近湖派是怎么惹上他们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周兄 你总该知道鬼谷的厉害吧 平白无故 摊上了这么大一桩子事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来龙去脉 不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不过 猜也猜得到七七八八 周叔 江湖上的事啊 无非 就是贪嗔痴三个字 鬼谷销声匿迹多年 谈不上车 秋月剑 速来洁身自好与世无争 也谈不上痴 那便只有贪了 青崖山鬼 灭了靖湖派 想必 是贪图什么东西 不知道周兄 有没有听过一句童谣 五湖水 天下会 武林至尊 舍其谁 没错 这首童谣 在过去数月传遍了江南 人人都知道这是五湖盟 在为了争夺武林盟主而造势 但是却在前几日 从岳州城 传来了奇怪的下半圈 主人 是什么呀 彩云散 琉璃碎 青崖山鬼 谁与悲 这青崖山鬼 有什么可悲的 哪一个不是恶贯满盈 走投无路 才顿入鬼谷的 周兄说的没错 但这青崖山鬼四个字 指的不是群鬼 而是二十年前 在青崖山扶珠的大魔头 容炫 相传 这个姓龙的魔头身后留有名为天下武库的武学宝藏 那里藏有各大门派失传已久的至高武学 能令人以凡夫俗走无敌于天下 而开启这武库的钥匙 被称之为 琉璃甲 令人无敌于天下的宝藏 这种江湖怪谈 骗骗村野渔夫罢了 温公子 你也信 怎么 周兄不信